1月23日,空军军医大学西津医院召开发布会介绍 2015年,该院实施中国首例人子宫移植手术 成功将母亲的子宫移植给女儿杨华 2019年1月20日,杨华在西津医院妇产科平安产子 经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检索 这是中国第一个,全球第14个在移植子宫内孕育出生的宝宝 2015年,22岁的杨华应从未来过例假就诊 先天性无子宫的检查结果让杨华难以接受 得知可以通过子宫移植拥有孩子 母亲决定将自己的子宫捐给女儿 等待移植的日子里,杨华走进了婚姻殿堂 女儿有个完整的身体,希望她有新的生活 那时候我心里想到,哪怕失去我的生命 我都要给我女儿给一个完整的身体 2015年8月1日,专家团队为杨华施行取暖手术 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形成14枚胚胎并冻存 为后续孕育子女做好准备 经伦理委员会评审同意 同年11月20日,西津医院妇产科等11个学科 38位专家协作,同时为杨华和母亲开展手术 整个手术历时14小时获得成功 因为子宫这个器官,它位置位于盆腔比较小 现在子宫又比较小 所以它手术难度就很大 因为任何器官一级,它必须要把动脉、静脉要混合 所以它对这个胸管的器具就难度特别大 2018年6月13日,冷冻胚胎植入移植的子宫内 14天后,复苏胚胎着床,杨华成功妊娠 这是第五次尝试 足月胎儿对移植子宫造成的压力 让分娩的风险成倍增加 专家团队选择在孕33周加6天进行抛公产手术 2019年1月20日,施行抛公产手术 采取腹壁、纵切口完成子宫下段抛公产 探查确认移植的子宫静动脉缝合口、韧带等恢复良好 据介绍,新出生的宝宝身体指标正常 所以现在我们这里的成功呢 这是一个我们国家,我认为是一个生殖医学当中 解决子宫性不用不育的一个先河 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为我们国家今后开展这个像类似的手术 提供了方方面面的经验 借鉴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先来回答